三星已經推出了下半年的旗艦產品 Note10系列 新旗艦包括Note10和Note10 Plus兩款產品 這是三星首次為Note系列迎來的兄弟機型 要知道在Note9之前 三星為Note系列提供的機型僅有一款 而現在也加入了戲風 這一次Note10迎來了巨大變化 可以說它在外觀上設計的非常時尚亮麗 引人注目 新的產品迎來其不僅自身變化極大 在功能方面也有很多新意的地方 如果你現在正在關注這款產品 下面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Note10系列 帶來的傾向令人滿意的變化 三星Note10系列這次帶來了真正的無線頻體驗 兩款產品都有採用完全重新設計的方案 具有破紀錄的超機身邊框 可用屏幕面積屏佔比達92%以上 我們都知道三星在屏幕顯示領域有著頂級的水平 這一代Note10系列其也表現非凡 並支持HDR10 Plus顯示 然而在這兩款產品中 普通版和Plus版在屏幕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三星在屏幕為它們進行了一定的區分 前者Note10運用6.3英寸屏幕 每1080P分辨率 而後者Note10 Plus擁有6.8英寸屏幕 分辨率達到了2K級別 這兩款產品在屏幕看上去都非常眼裡細膩 當然Note10 Plus更有它的特點 上半年我們看到三星首次 在旗艦產品S10系列上採用了挖孔攝像頭 並且位置設計在右上角 導演S10 Plus為屏下雙攝像頭 而Note10系列這次挖孔鏡頭 設計在屏幕頂端居中位置 並且兩個版本都只設計僅有一顆鏡頭 同時這顆挖孔鏡頭在屏幕上也佔用區域 也更小 這是一顆一千萬像素的鏡頭 並且支持4K視頻錄製 三星Note10系列現在後製多攝 由上一代的橫向排列變為了數排布局 並且也加入了後製四攝 在三星Note10中 其設計為後製三攝像素為 超廣角1600萬加廣角1200萬 並且主鏡頭盤提供可變光圈 F1.5和F2.4模式直接切換 Note10 Plus則為後製四攝 比前則多了一顆TLF鏡頭 這顆鏡頭將用於3D現實增強使用 三星Note10系列耳機孔已經完全被移除 雖然我們不能再使用線控耳機 但因去除了耳機孔的佔用位置 這樣三星Note10在機身內部也帶來了更多合理的空間安排 比如電池容量增大 元器件佈局更合理 還有就是機身能做到更薄 並且也更方便的做到了AP680級防水 當然了現在甚至是未來藍牙無線傳輸是發展的趨勢 三星Note10系列推出 它是唯一帶有X-Pen手寫筆的智能手機 多年來三星對X-Pen手寫筆一直在不斷創新和改進 然而今年的Note10 手寫筆又再一次設計和重新進行了調整 用戶不僅可以用作屏幕手寫 而且它還有遠程控制 可以進行拍照和錄影 同時能進行輕鬆切換相機模式和自拍模式 甚至還可以放大或縮小相機 並且在屏幕上還可以遠程瀏覽項目 當然X-Pen手寫筆其不僅局限這些功能 工程師在未來將代碼置入其中 手寫筆就可以代替手指永遠進行遠程使用 在Note10系列中 6.3英寸的Note10電池為3500mAh 6.8英寸的Note10 Plus為4300mAh 兩者都支持超級快充和反向無線充電功能 Note10支持25W快充 但Note10 Plus提供最快45W快速充電 但45W充電器必須單獨購買 該套件只配備25W充電器 另外三星Note10系列還提供支持 最大位置存儲卡擴展1TB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Note10系列兄弟產品的最大區別 在屏幕上 它們兩者分別為6.3英寸和6.8英寸 Note10 Plus為2K屏幕 前者則為1080P屏幕 鏡頭上的區別是 Note10 Plus比Note10多了一顆TOF鏡頭 在電池上 Note10 Plus因為機身更大 從而電池的續航也更長 它的電池容量為4300mAh 前者僅有3500mAh 然後就是快充 Note10 Plus為支持45W超級快充 Note10僅為25W超級快充支持 另外在這兩款產品中 Note10 Plus默認也是一款支持5G網絡的手機 而Note10它則是一款為4G的手機